各位在看到所有房屋仲介的广告 是不是很常看到一个物件很稀有 非常稀有 一定要赶快 动作不快就买不到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稀有是非常话术的 那其实在多年以前 当然我个人也觉得是 但是最近的市场 我说真的就不是了 如果你各位有认真看房子 比方说从年底就有在注意房市 一直看到最近 你可以发现市场上的物件 真的是越来越少 那你要抢到好的物件 这个考虑的期间 真的一定要尽量缩短 尤其你如果已经看了两三年 跟两三年前比的话 这个市场上的物件的量 真的是现在比以前少很多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看了两三年 还没有买到房子的话 是不是你自己 也有一些部分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听到很多说法 有人建议新手买房子 一定要看这个五时间 甚至一百间以上 才表示你做出了功课 才知道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产品 那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这种 不是很有道理的理论 当然做功课不然很重要 但是现在这个资讯 这么发达的时代 你真的觉得 你一定要看那么多件 你才能了解吗 就像我们这辈子 你一定要交五十个男女朋友 还是一百个男女朋友 你才能决定婚嫁吗 是这样吗 不是嘛 那最近的房市呢 可能真的有点多空交战 那对于要买房子的人呢 真的是你有诚意 是一个很好可以谈价钱的机会 只要我们价格真的是接近行情 不要说乱出个拔拉架 对于卖房子的人呢 不要说我开个天价 然后一定要卖到多高 超过行情 这样子 其实成交速度都是很快的 所以要买的人 如果你看到重益的 条件OK的 自己能力范围允许的 要犹豫了就赶快吧 如果你还是每次有机会 都迟迟做不了决定 说真的 你房仲业务再厉害 都帮不了你的嘛 因为你是自己造成自己 一而再再而三 错失美好的机会 然后都恭喜人家成交 把机会做给别人 那何苦呢 所以呢 观念转换一下 祝福各位 买屋卖屋都顺利 后面我们看一个最近这个保家 某一个新案子的暗场 你看啊 真的有哪个建设公司会这么 无聊到请这么多的工读生 假的来现场做 创造这个热销的假象 各位真的可以参考一下